今年的新年很特别 第一次没有的是去拜年 第一次没有朋友聚会 第一次红包这么少 第一次团圆饭不齐人 第一次不能回乡 第一次新年没有仪式感 那我确实感到有点沮丧 不过回头想想 我们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 不都是这些第一次吗 第一次拿录影机拍自己 第一次想要做YouTuber 第一次爬深山 第一次去香港 第一次做前空班 第一次拍戏跌倒 第一次受伤敬略 第一次亲眼看见MBA奖杯 第一次夜宠学校 第一次回校看老师 第一次去澳门 第一次第一次拍外公 第一次销量 第一次离光头 第一次拿到YouTube支票 第一次升旗山上露营 第一次滑雪 第一次冲浪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只是生命中精彩的一部分 有时候不一定要做一些 惊天动地的大事 生活中一些琐碎事 不起眼的小事 若干年后 也可能变成一段 值得回忆的事 所以最近我都会时不时 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给它录下来 就好像堕落天使里的精神舞 录一些有的没的 因为 有些事情过了 就不能再回来了 如果我们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 我们又怎么知道 接下来有没有更大的挑战 来等着我们呢 这句话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可是我自制鲁 到了现在才有所体会 所以今天如果 你看到这个影片 也不是说应该要做些什么 只是纯粹的想让你知道 小胖哥的人果然是够细心哦 God damn 呼 我现在是给你一个人看了 诶 拼住 敌装 并不搅一跃 我 宝费 我 那